再来看下面这一条 印度的黑公交轮奸案可以说震惊了世界 最近这起案件有了新的情况 案件中的一名主要嫌疑人在监狱里上吊自杀身亡 上个月此案中的五名成年嫌疑人正式接受了法院非公开审理 被告在听证会上否认了包括谋杀 轮奸诱拐破坏证据等13项指控 并宣称无罪 据悉如果法庭裁定罪名成立 他们可能面临死刑 而第六名被告因属于未成年人将单独受审 去年的12月23岁的新德里医学院的女生 在黑公交上遭到六名男子轮奸和殴打 几天之后因伤势严重不治身亡 这起惨绝人寰的轮奸案 也引爆了印度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浪潮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天天往事将持续关注